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麵呢? 我很喜歡的 日本麵、韓國麵 今天想分享一款 我比較喜歡的炸醬麵 材料很簡單 你可以去唐人店買到 有麵 蔥仔 紅蘿蔔絲 青瓜絲 豬肉 多一點少一點都沒所謂 我這個 兩份量 油 甜麵醬 黃豆醬 現在出了一款黃豆醬 是有辣味的 我這款是沒有辣味的 首先煮水 煮熟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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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過冷河 這步驟非常重要 煮熟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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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用筷子就養開麵 這個步驟我們會做多一兩次 使麵不太黏一塊 吃的時候就不太好吃 有些朋友就喜歡洗多兩次之後 就加點麻油或者滷酥油 我就怕胖了 我就沒有放到 還有些朋友喜歡用冰和浸泡 我覺得這幾天 英國的天氣這麼冷 水喉水都已經很冷 我就覺得用水喉水已經足夠了 你攪拌後你看看表面 都挺爽的 油溫夠熱之後 就加了表面節豬肉 記住豬肉是不需要醃味的 因為黃豆醬和甜麵醬是很鹹的 那你就炒到它差不多轉了色之後 我就加兩匙匙的黃豆醬 還有一個半匙匙的甜麵醬 我覺得已經夠味了 然後把所有材料拌均勻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記得幾年前我在唐人街吃小碗 都要5磅8磅 是很小碗的 而且它的底部可能太多汁 很鹹 根本是吃不到 現在我就自己做 我這樣做了兩碗 都不需要5磅 煮法又很簡單 有時候我們分晚點起床 等於吃個brunch 早午餐一起吃 這樣一碗都很滿足 如果你喜歡吃芫荽的話 可以放芫荽去拌均勻 它更加正 有些朋友說我喜歡吃辣的 不要緊 你也可以放些辣椒醬 最主要就是吃之前 全部拌均勻 這樣升好味 看一下埋相 是不是都不差的 做法又簡單 你的食材都很容易去買到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不妨試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你like share comment 和subscribe 多謝你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